作者数许致魔,走着走着,就散了,回忆都淡了,看着看着,就累了,星光也暗了,听着听着,就醒了,开始埋怨了,回头发现,你不见了,突然我乱了,我的世界太过安静,尽得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,心房的血液慢慢流回心事,如此这般的轮回。 聪明的人,喜欢猜心,也许猜对了别人的心,却也失去了自己的,傻气的人,喜欢给心,也许会被人骗,却未必能得到别人的。 医生至少该有一次,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,不求有结果,不求同行,不求曾经拥有,甚至不求你爱我,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,遇到你,我是个平常的人,我不能盼望在人海中,值得你一转眼的注意。 我对你说着什么话才好,好像我所有的话全都说完了,有像是什么话都没说,悄悄的我走了,正如我悄悄的来,我挥一挥一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 全世界的男人都想站在你的身旁,可多数都是配不上你的,因为你是全世界最美丽的新娘,你真的不知道我曾经怎样渴望,和你两人并肩在一次步,或同出去吃一餐饭,或同看一次电影,也叫别人看了羡慕。 带一件书,走失礼路,是一个清静的,看天,听鸟,倦了时,和身在草棉棉处寻梦去,我不知道方,是在哪一个方向吹,我是在梦中,在梦的悲哀里心碎,最是那一滴头的温柔,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,得一生珍重,那一生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。 我好想你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